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講不出來 轉型不能停 公正到你走 對焦2020轉型 姓志許中的親民與勞工主體 這應該是周慧琳周教授的題目 這個題目實在太長了 我們人類在地球上誕生之後 其實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但是隨著人類的演化 演化到某個階段 200多年前 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慢慢的人已經在阻擋整個地球的生態 演出到我們的未來 所以工業革命之後 大家互贏 人面的勞動 用機械的勞動來取代 但是呢 我們看到的結果是 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就不只靠太陽能量的生活 我們用化石能量 所以從1850年年到現在 你看看 我們燒的煤 燒的煤 石油 天然氣 那個 核能用的並不動 陽光 也是很少 也就是說 從1850年年到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我們用的能量 大半都是化石能量 化石能量 而且同時 我們也看到人口的暴增 在我進台大的時候 我中學的時候 在台大的時候 人口只要二十幾億人 還不到三十億 大陸這個設計之後 可能會增加到七十億左右 所以人口是增加得很快 剛才說 我們化石能量量的很快 人口增加得很快 結果我們把整個地球改變了 地球改變了 結果 我們眼前就說過 這個 不是最強的 或者是最聰明的人 會活下來的 或能生存下來的 In this one, most undevitable to change 能夠適應改變的人 改變的物種 才能在地球上存活下來 他那個說 也沒有想到 我們人類 正在改變我們的環境 改變這麼快 他大概沒有想到 他只是說 能夠適應環境的人來 才存活下來 但是呢 我們在 其實在大氣勢裡面 陽光照大地 我們在改變我們的環境 尤其是大氣勢 剛才這個環境的改變 對人類的健康的理想 三教授已經講了很多 我現在要講 另一個畫面 就是 陽光不照大地 在大氣層裡面 有些東西 像運勢氣體 它會吸收 地球排放的紅外光 但是 不吸收太陽進來的可視光線 也就是我們 一直在改變我們的大氣層 所以 我們 這個人類 生活在地球上 就開始 發生一些問題 跟 想解決的辦法 我記得在差不多 六十年前 六十年前 七十年前 一九七零年 應該是 五十年前 半個世紀 超音速飛機 柏影公司 要做超音速飛機 你知道我們現在 飛機會多高嗎? 常常來回飛 世界各地的人 知道 我們現在飛機 會到十公里左右 才這一次飛 但是 柏影公司 在 一九七零年代 想做超音速飛機的時候 飛機會得比較高 引進的溫度也高 所以它會產生 普通的蛋是會 會 產生作用 但是溫度高的話 會產生氧化蛋 那所以一位 论人的教授 叫做 阿倫 Johnson 他一輩子都在做 氧化蛋的發洩 他就說 不行 飛機飛那麼高的話 這裡 產生氧化蛋 氧化蛋 會把錯氧層破壞 錯氧層破壞的話 這個 慈懷光 一直 會 算進來 慈懷光 在 三經 王雄 以更短的波長 被吸收 主要就是 因為有錯氧症的存在 如果錯氧症破壞的話 死活動會進來 人的生存 就被受到影響 所以那個時候 很多爭論 美國化學學會開會的時候 都在談 一氧化蛋 對大吉祥的破壞 其實 一氧化蛋 沒有那麼壞 沒有那麼壞 是一氧化蛋跟錯氧 反應之後 產生 氧化蛋 會產生氧原子 又回到臭氧層 所以後來 大家下一個結論 就是 一氧化蛋 會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 波音公司的超音質飛機 那時候也已經不做了 但是 有一位科學家 叫做 Sherry Lawrence 他有一天就說 其實 一氧化蛋 被大吉祥的影響不大 但是 浮露碳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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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會影響到 蒜蘭城的破壞 因為他看到浮露碳化合物 在大吉祥上層 受到紫維光的影響 吸收紫維光之後 碳氯劍就斷 產生粒原子 粒原子 破壞臭氧 然後臭氧 破壞臭氧化率 癢化率又會變成二具體 然後又繼續的 破壞臭氧層 所以他會叫做 Clorine Cycle 他講的Clorine Cycle 對臭氧層的破壞 在有問題的時候 美國科學院馬上組織一個委員會 研究他提出來的這些建議 後來決定是對 Clorine Morina 他們講的是對 是浮露碳化合物 確實是對錯产層 會破壞 所以 這位就是Clorine 是我的好朋友 這是 這是 摩尼蘭 他們一直在推動 最後 我們剛才 張教授一直講到 政治上有些改變 我們實質上才會看到一些變化 他們在Montreal 有一個會議 做了一個Montreal Protocol 他們就說 我們已經開發的國家 不能再使用 Floro-Floro-Cal 這個事情是 我們人類 第二次 第一次說 羊蛙彈 對它結成 錯氧會破壞 他們說Floro-Floro-Cal 對錯氧層有破壞 國際上 以台灣的國家 就不再使用 在發展中的國家 還可以讓他們使用一些Floro-Cal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已經被科學家的研究 一出來之後 真的影響策策 改變了 你們內地的未來 那從現在 你如果 看這個 四百年前 不是四百年前 就是 四百個 新年 就是 四十億年 你如果 看這個圖 每十億年左右 就有一個冰河期 地球的溫度 就是 二氧化碳的監測 可以看 經過 一段時間之後 到冰河期 暖化 又到冰河期 現在 我們地球是在 冰河期過了 開始暖化的領點 通常 二氧化碳會慢慢下降下 但是如果我們看 以前的這個 幾千年 一萬年 到現在 那個 二氧化碳 是一直在增加 我們這樣看 從 1950年 到現在 二氧化碳的增加 剛才 這張圖 那 教授 也 給你看 這也是 我剛練高中的時候 中、夏、秋、冬 中、夏、秋、冬 就是每年來 二氧化碳的濃圖不一樣 夏天 化碳比較強 二氧化碳比較低一點 冬天 就高了 夏天又下降 夏天 一直從1960年到現在 已經 超過415年 正式 2019年 已經超過400個 屁面 二氧化碳再增加 二氧化碳 有什麼可怕的 因為 我們看到 太陽 在 補照大地 這些 可視光線 會化碳不吸收 地球吸收了 地表 放射 的這個能量 因為 地球的溫度比較低 它放射的是 文外光 我們看你不見 我們這位 看不見了 電燈光掉了 晚上 我們看不見東西 但是地球 還是在上熱 但是 有了這個 汙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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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吸收陽光 可是光線 不吸收 但是呢 不外光 它會吸收 所以就穿了一個 泡沫的大衣 大衣一樣 我們這個 地球 發 上熱的能量 的功能 隨著 汙色氣的增加 會減少 也就是說 溫度 慢慢的產生 慢慢再上升 慢慢再上升 這是很可怕的件事 2015年 靠飛病 政治家 終於醒過來了 科學家說 很可怕 很可怕 我能夠繼續這樣走下去 這次 沾巴黎派的寇 會 802年 正在 老公在 法國 所以 這個會 不是在通常 開會的中心 但因為 在 四角 一個會議 場地 就在這裡開 開 COVID-21 這個COVID-21 是很重要的會 我那個時候 回到台灣 當中央軍事院長 參加 國際科學理事會 後來 他們先往 做國際理事會的理事長 這一年 我當服務了 七年半週 現任 那一年 我現任 那一年 就看到 COVID-21的舉行 COVID-21舉行之後 他們已經認識到 我們目前已經走到很危險的時候 你看看 這個白色就是我們可以不覺查到的 這是Moderate 中等 這是危險度很高 指示的是很高 你如果 看幾樣東西 我們只能看 H3 這一個 極端氣候 極端氣候 隨著 文藝革命前的 溫度的上升 是 顏色是 越來越深 更是 2001年的結果 2009年的研究結果 現在是 2018年的結果 顯示說 如果 溫度上升到 一度 已經到 黄色 是相當不好 到1.5度 是紅色 很可怕的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裡 然後 我們就說 那時候只有兩度 所以還是要超過兩度 你如果看 Unegan's Reconcision 在太平洋的小島上 你看 溫度上升到1.5度 已經相當不行了 但是 我們現在 大家都同意說 我們現在 要努力 努力 2051年 近零排放 溫度 死能上升到1.5度C 他常常問我 爺爺 你那麼努力 是為了要使我們的地球更美好嗎 我說 不是了 2015年 零排放 跟1.5度C的世界 是非常不理想的 他 不懂 我的順利不懂 爺爺 你那麼努力 是要給我們帶來更壞的地球嗎 我說 是 他說 為什麼 我說 如果我們不努力 會更壞 我們根本沒機會 從不下去 他媽媽也知道 我們身處的問題 是正在做到很大的威脅 是我們現在聯絡台場1.5度C 或者是近零 2050年 近零排放 這不好 我想我們年輕人不能接受 不應該接受 但是呢 隨著社會的發展 大家只能這樣做 也只能這樣子 接受我們這些形容 所以我現在講的就是 我們人類正在改變地球的大氣層 大氣層 大氣層的改變 比什麼都重要 因為 陽光注入地球的能量 比地表晃出去的多 這是全球融化 海水深浪 冰層融化 海邊邊上升 這個是 衛生沿海 神絲淹水 經濟大受損失 這些是 鄉野融化在幾個世紀的歷史 這個好事情發生之後 幾個世紀 逆轉不過來 快速器的氣候變遷 帶來一個不可逆轉的事 很大部分的物種 從地球上消失掉 像影響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可怕的事 物種消失了 人類會消失 而且全球融化 不是將會發生的事 而且已經降臨 已經在我們身邊了 其端只有 剛才帶來的聖靈大火 其降臨帶來的土 是有水災 已經不先 你如果看看 常常就有報紙說 德國正在大水 英國大水 加州大土 聖靈大火 這些事情 已經正在發生 最可怕的事情 我剛才講 是2015年Corp 21 是醒過來 醒過來 但是呢 1.5度C 跟2050年 近零百萬 這是不行 不好 不好 那我剛才講的 巴黎秀蘭 Corp 21 全球研究溫度 相較工業化前 增加額度以下 盡可能達到1.5度C 本世界下半夜 全球公視器也必須達到 近零百萬 這是那時候的結論 另外 另外 是 固有國家 承諾2020年開始 明年提示 因1000億美元之間 隨2016年 調高捐款金額 這是 沒做到 2020年調整修訂 減灘計畫 這個減灘計畫 也沒有 原來的減灘計畫 也沒有好好實行 這是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在走的路 是這樣子 我們從1900年開始 地球的減灌溫度一直在上升 二次搭檔之後 有一陣子是平衡 然後又要開始上升 如果我們不努力 一直上升 四度五度 人類不可能生存 但是我們現在 要努力的是這樣 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希望能再上升到 東越革命節的1.5度C 這是不好的 我們不是努力在下降 還是努力在上升的 這是我們 一個很大的矛盾 所以我要做的協議就是 從政治的觀點上 這是一個全修性的問題 需要有全修性的組織 來共同處理 一個國家 單獨不能處理 全世界要處理 當然全世界的處理 將來要經過碳碎 碳碎 你沒有做的話 你的東西不能賣 或這些方式去處理 從社會發展的觀點看 人類社會已經過度開發 我們必須尋找不一樣的發展模式 我們一直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提出永續發展概念的人說 我們這一代的人 能夠好好的過生活 而不影響下一代的生活 這是叫做永續發展 但是我們現在好好的過生活 不可能不影響下一代 所以我們如果不影響下一代的生存的話 我們就馬上就會改變 當然從科技的觀點上 我們必須學會 所周圍轉換 太陽給我們的能量 以便超國界的共享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再靠地底下 永長的化石燃料 我們只靠太陽 我們就要生存下去 這是COVID-191大家的極樂 但是 你如果問我 李教授 我們現在還有機會嗎 不是還有 我們現在還能掌控我們的未來 但是 我們有多少時間呢 我們一直受 2030年 二氧化膽要儉拜 你看 到200 2050年 要近平排放 我們到2030年 還要多久 還有七年嗎 六年多 六年 在這六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 真的是 二氧化膽 或者是 運勢集體的排放 減半 我們還可以有機會 生存下去 時間不多 這六年之內 我們 不能減半 以後是 沒有機會 根本不會有機會 人類 跟達文說的 不是 你聰明的人 最強的人 在地球上存活下來 是誰能夠 適應環境的變遷 我們這個變遷 如果 2030年 未來化膽 不能減半 比2020年 不能減半 的話 這個環境的改變 確實是太大 人類是不能存活下去 我們大概有 五六年 六年 左右的時間 我們還可以掌控 我們的未來 這六年之後 畢竟我們在 你們都在 你們在 你們站在六年內 如果不能夠掌控我們的未來 你們也沒有未來 你們也將未來 跟達文講的 因為 不能夠適應環境的變遷 而 離開地球 這是很可悲 很可怕的一件事 這是 我們要面對的 是在五六年之內 怎麼樣 所謂 物色氣質的排行量 真的減少到 2020年的一半 都做不到 2050年的一半 絕對做不到 這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們看很多 現在我們政府做的很多政策 跟力點 很多化的線 都是 15年來好像沒有做很大的努力 然後2050年就急拉下來 都是我們要怎麼樣這樣子做 都知道嗎 做不到 正化的線 很多都是騙人 我這樣講明天 啊 這個沒有人會來 罵我 不過這是真的 我是這樣講真話 如果十年之內沒有改變 然後就以後的十年就會下降 我們真的有這樣的決心跟努力嗎 所以 曾經講過 我們要審視 檢用 真的要改變我們 我們的社會 發展的方式 跟我們生活的方式 今天我 的演講 是太沉重了 如果你給我的題目那麼長 所以我還是要把我心裡面的話 能講給大家聽 好 我就 到此為止 我們以後還可以再考慮 好 謝謝各位